好,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武漢跟動能跟衛能界的轉換 功跟能量界的轉換大概就是關係 是你說 我只是把之前我都能學到的 對啊,對啊,沒有錯 好煩惱,今天前天人家註習 好,我覺得我好煩惱 OK,沒有錯 其實是你 有時候你太執著在說好像我講的東西 你會一直想去做,那到底什麼意義 有時候先把那個意義跳過 先去理解說什麼就好 不要說我沒有後面疑惱 譬如說這個鐵船從這邊到這邊靜止 就有這個鞋印象,為什麼不可以有 好啦 對,那鞋印象怎麼可以這樣 好辣 好辣 好 那回到這個題目就是這樣 好,這是一個碗 碗 碗 這個半天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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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太右偷偏的地方 2G的R跟2G的R 2G的R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你會想像說 我做的能量不來去這個地方 我這個能量是多少 我這個能量是M G R 味能嗎? 對啊 是不是? 我到這邊的時候全部轉換成動能 動能是2分之1 MV平方 我不知道這V多少 我不知道這V多少 所以我就講一下要等式 2分之1MV平方 等於MG 好 是不是這樣子 我是不是這邊的動能 味能轉換成這邊的動能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個動能 動能跟速度相關 那是2分之1MV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等號 我們先把M約掉 所以V平方哪個什麼? 2G 對不對? 所以V哪個什麼? 等號2G 是不是跟 平方設計一樣 對不對? 3分之1 3分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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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重要嗎? 你記不記得你拿3分之2 我記得 你很奇怪 人家太突破了 然後呢? 一個是 一個是 好聽了 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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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一個是 Good Care Good Care 一個是 孟姿 孟姿是王劍 好 還有問題 什麼問題 MG MV平方 是 那還放出來了 動能啊 我們剛剛不是在那邊解 好啦 那我們在那邊解 一定也正一樣 那怎麼來的? 算了啦 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在動能是從 進度的表現 我們一個物體 從高度 H的地方落下來 它滑掉了 我會再從滑掉了 沒有關係 好 H的地方落下來 它落下來 它落到這邊 那一剎納 它的速度是多少? 速度怎麼是0呢? 一剎納 它是國立前的一剎納 速度是多少?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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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公 那是所說公的MG 好 但是我想要知道 它這邊的速度是多少 那不知道是什麼 ST圖 VT圖 VT圖 我們就剛剛算過了 M H 什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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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T平方 202T 202T 不是吧 202T平方 202T平方 202MT 202T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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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平方 對喔 這邊面積是H 1 2分之1 G T平胖 我這邊只能接到T 那我這點的速度是多少 這點的速度是不是G T 是不是 這點的速度是不是G T 對啊 G T嘛 我這邊是不是可以 不對吧G T 哪裡不對 T時間G是加速度 對啊那就是G T 怎樣 我想把這個勾轉換的速度來表示 我先想看 我先把這邊先把速度先算算 速度是多少 速度要先算G T嘛 G T是要先算 T可以先算 T可以先算 這等於H嗎 所以T是等於 G半至H 開跟它吧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H是高度 然後G是那個重力大速度 對 對 這是你要問的題目 現在他們都上次學過一次 他們現在是為了你再學第二次 你要不能太累了 又記得 好了 所以速度等於什麼 G T嘛 我都試過 我都講過了 G H 對不對 好了 所以我來看一下這邊 所以G H等於什麼 G H等於 G H等於 是不是等於 我們來看 G H等於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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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當到 碰到地面的時候 我的速度 我的 位呢 全部轉換成動能的時候 全部轉換成速度 速度在表示的時候 我這個表示成2分之1 2分之1 V就是落地前耐殺傷的速度 嗯 這樣OK嗎 所以位呢 轉換成動能 就是這樣來 動能 好 OK 好 然後 我們知道 動能跟能量的關係 我們也知道 我們在形容的時候 一個東西能量很大 或是它的 可以做出很多的能量 或者是說 呃 我們希望說 P要舉個例子 今天呢 我們請這個 鄭宇跟陳玉去 抬水 就鄭宇說 好 我很厲害 我可以抬水 我可以抬 我可以抬 10 10公斤 10公斤 我可以抬1公噸的水 好 然後陳玉說 他可以抬 100公斤的水 蛤 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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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一公噸 那不是一次抬嗎 可以抬1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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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抬1公斤 一次抬1公斤 一次抬10公斤 抬1百次就好啦 對不對 那 陳玉說他一次 他可以抬1百公斤 那你只要給薪水的話 你怎麼去算 他還沒給我 他還沒給我 為什麼 因為我太多 小弟抬1年了 浪費時 對不對 我只要抬1公斤 在轉換這個 他的效率好不好的情況之下 你都要把這個能量 跟時間做比值 對不對 這個人在很短時間做很多事情 或這個人在很長時間做一點點事情 他的效率就不好 所以他知道說 我到底這個東西 這個機器 或這個人 他說產出來的效率好不好 我們把這個做工的效率 這個功率 功率 功率 所以功率要怎麼定義他 每時間 他做工的 他做的功 對啊 做工的量 或是說所做的功 對不對 的量 delta t 分之 delta e 我等於 delta t 分之 delta w w 我這樣寫 可以知道意思嗎 一是能量嘛 大問題是功嘛 那單位時間 所得到的功 或單位時間 所消耗的能量 都是同一意思嘛 我們講功跟能量 是同一意思 所以這東西我們聽聽 他就是p功率 那我們說 這個火車的功率很高 因為他可以 帶那麼大的東西 你看火車 一列火車至少有十輛車槍對不對 對 十輛或二十輛車槍 他可以一次拖得動 而且速度很快 對啊 所以他單位時間所做的功能很大 對啊 那汽車呢 一次主要載四個人 對不對 五個人 五個人 有時候我們坐六個人 七個人嗎 七個人太多了 那這個有超級常理 對 超級常理 你可以救得多 所以你的車子 你可以載越多了 應該某種車子來講 你功率很高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你給他們轉換 因為他單位時間所做的功能很高 你的功率就相對來當 所以如果沒有買車的時候 可以問他說 那台車功率多少 沒有錯 這台車子的功率 他們不用這個功率來看 這個功率的定義叫做 幾瓦幾瓦幾瓦 你買燈泡 你買熱質光燈泡 熱質光燈是二十瓦的 表示什麼 表示他每 他是用秒嗎 對 每秒他可以產生二十 可以做二十 二十的那個 能量 對 所以我們都會講成這樣的單位 能量這樣問題的定義 我們現在我們要 焦耳 焦耳 對 所以我們建議的 力的單位 叫做扭頓 對不對 那每秒的意思是什麼 扭頓的意思是什麼 每 是一公斤的物體 獲得每秒 每秒 一公尺的加速度 OK 這是一扭頓 那一焦耳呢 焦耳的單位 每一秒 一焦耳是什麼 一焦耳是什麼 一焦耳 從這個單位來看 F是力 F是力啊 D什麼 距離 距離 所以呢 焦耳要怎麼建議 以這個力作用的距離 什麼力 什麼距離 我講一焦耳 我現在告訴你一焦耳 一焦耳等於什麼 這邊你會告訴我 一牛盾等於一公斤的物體 產生了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所以在於 一牛盾 產生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 走了低距離 錯 這邊沒有加速度 這邊哪有加速度 讓 F是牛盾嗎 F是力啊 讓 F就是力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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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表達手做的功 那我現在定義他 假設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是來自的力 移動的移動 移動 對 這是功的定義 但是我現在問的問題是 一焦耳 這個量 你等於什麼 嘿 起來 想一下嗎 不要頭抬下去 頭低下去 自己都起不來 我們在定義這個東西 一牛盾是等於一公斤乘到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率 一加爾會等於1乘到1嘛 這個1會是1什麼 一牛盾 這1什麼 這個距離 不能講一個距離 一定有大小 一公尺 一公尺 因為這叫做我們習慣用工資的單位 就是一公尺 長度是一公尺的單位 實料是一公斤為單位 然後速度 時間是用秒為單位 時間是秒為單位 這是我們平常在用的一個單位 這叫做KGS K是公斤 G是 應該是 不是KGS 是 是 KGS 是MGS還是KGS 是KGS KGS KGS KGS是公尺公斤秒為單位 有另外一個叫CGS 是公克 公分秒為單位 但是那個東西我們很少用 我們到沒有KGS 是公尺公斤秒為單位 所以我們到這邊 公斤 每秒每秒一公尺 就是一秒頓 一秒頓 作用的一公尺 就是一加二 這樣穩定 然後 每秒鐘 產生一加二的能量 就是一網 吹風機的網速大概多少 吹風機 就是自殺 很像自殺 吹風機吹頭髮 二十喔 一般都是一千 一千瓦 一千瓦 一千瓦就是吹風機 在吹頭髮的時候 每秒鐘它產生的能量 它所做出來的功 是一千焦 那跟那個G有什麼關係 你如果把它的能量來推動一公尺的物體的話 推動一公斤的物體的話 讓它產生每秒每秒一公尺的加速 你可以讓它作用 一百公尺 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 對 那能量大不大 能量算挺大的喔 所以一千瓦的能量算大 這樣日光燈 一般來講大概都是 二十瓦左右 燈泡的話大概是六十瓦 三十瓦 那就是它 L1燈是五瓦 七拉二啦 七拉二啦 好帥啊 我好像不是手掌摸胎 衣服一下 一般L1燈是五瓦 五瓦相當於燈泡六十瓦的光度 所以為什麼LED燈比較省電 因為我常常需要這麼大的 這麼多的亮度喔 光度亮度 可是我LED燈只要約它的能量十二分之一 所以它省電很多 這樣我想不太多 有啊 因為你每 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 我譬如說現在需要這個亮度 我LED燈五瓦就夠了 可是燈泡就需要六十瓦 燈泡換LED是不是燈泡比較亮 沒有沒有 燈泡的亮度可以 可是LED燈的燈泡 LED燈的亮度可以跟燈泡一樣亮 因為它們發光的原理不一樣 那燈泡 你有沒有覺得用燈泡的時候 那個環境特別怎麼樣 熱 比如說我原來的光度 我原來的光度 用LED燈只要五瓦 可是用燈泡六十瓦 那麼能量拿去發熱 對 因為燈泡大部分的能量 它也用在熱上面 它不用在光度 欸 對了吧 未來如果能發明一些東西 然後把光給留住的話 就不用有燈了 可能要把光給留住 我會把燈光 裝在這裡 然後它就可以發亮 那你要不要抓一口 就是把燈變成 就是有人可以證明燈是物質 然後就可以把它裝起來 然後 可是你要想啊 光它被放出來它是有能量啊 它放出來它越來越沒有能量啊 你講真的沒有問題 早就有啦 比如一個夜光 你知道夜光嗎 夜光它就除了沒能量嘛 除了能量 黑暗的地方它還可以發光 對啊 那以後就不用燈啊 就用夜光燈啊 可是夜光很暗啊 夜光沒有那麼亮啊 你有看到夜光很亮嗎 燒欸 夜光變暗一點 好啦 現在有個東西 而且夜光先照到光才可以發光 那就太陽就好了 所以你平常要把它拿去曬太陽 可以啊 沒有錯啊 可是它就是燒又很快吧 它有夜光有長效型 有人可以組成設個小時 可是是一樣的 它的光是越來越暗 越來越暗 它沒有辦法一直 所以 那種接著指甘書 有辦法 然後 月亮的行動 沒有錯 沒有錯 你晚上燈打開 吸收能量 燈關掉 噢 月亮出來了 星空出來了 滿天星 可以啊 但是它可能兩個小時候就沒有了 兩個小時候就沒有了 對啊 完全就是翹到之後 好 我們以前有 我有弄過那個夜光膠啊 後面大概天花板這樣做一點一點一點的 然後燈關掉就哇 就滿配星星的 還蠻漂亮的 那個 燈光膜是用燈光膜的 蛤 不是燈光膜 它是夜光膜 有那個燈光膜 對 燈光膜是它兩個物質 燈光膜裡面有一個塑料 有一個玻璃管 它玻璃管放的是雙氧水 所以你要用時間把它雙氧水給擠破 所以雙氧水跟旁邊那個液體混合的時候 它就產生能量 這能量就發出螢光 那個化學物質就會發出螢光 那是什麼液體啊 液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要查一下 你不是說雙氧水 雙氧水是那個 是提供氧的東西 提供它可以燃掉 燃燒 你說它折破的時候是折破 折破那個雙氧水的管 折破那個雙氧水的管 所以它沒有兩個管 它塑膠管 塑膠管裡面裝一個液體 裡面有個玻璃管 裡面有玻璃管 玻璃管裝雙氧水 玻璃管 所以那玻璃管 所以那玻璃管是相對危險 有很多人就是 晚晚就把它倒出來丟對不對 然後有些人就把它折破 折破掉出來 你就是細玻璃 所以玻璃會割到的 是喔 你是玻璃啊 對 它會割破人的 會不想要割到 所以就是相對 等一下 等一下 為什麼我把它理解一下 這是玻璃 為什麼 它不會全都丟 丟在哪裡 因為它設計能幫 因為它整個塑膠是很厚的啊 你一折塑膠 那個玻璃是很碎啊 一折玻璃碎了 但是玻璃不會刺穿這個塑膠啊 他說會不會一折 裡面的那個雙雙水 不會全都流出來 對對對 不會去哪裡 有在管那裡啊 全部都流在管那裡啊 折一下 擴散 折一下 你看喔 那個 螢光棒通常是這樣子 中間才有感覺 中間有一個小管子 這麼小啊 中間有一個小管子 裡面就是 就是 那個雙水 很小啊 所以你折破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 折破的時候 它就中間開始發亮 可是 沒有啊 從前面折 它就從前面很亮 不管 你要折到那個 那個東西才會發亮 對對對 你沒有知道 沒有知道 整根都是玻璃啊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整根 它一般來講 只有一根或兩根 啊玻璃可能有一根有兩根 啊 那那個 那個 那個 沒有 那是紫的啊 是紫的啊 是紫的啊 它有個間隔啊 它不會剛好跟那個 對啊 那種螢光棒 它可以用來有照明的效果 有啊 有照明效果啊 就是它光沒有很強而已 它拿去冰 可以重複使用嗎 我們學過化學知不知道 反應速率跟什麼有關 溫度 跟溫度 所以它是可以增加那個 增加它反應的速度 對 減低啊 就降低它反應速度 那如果冰到溫度是負的 那它會 還是減低啊 就是你可能可以用三天嘛 啊 同樣的它光度就降低啊 因為它反應速度慢 反應速度慢 它放過的能量就會小啊 它放過的能量才會比較暗啊 好 那你拿出來 它靠住身家的時候 它會比較亮 所以像這樣 如果你拿去拋熱水會怎麼樣 會很亮 會很亮 那些亮一下就沒了 也不會說亮一下 可能是你擺一根 可以用四個小時 你拿去拋熱水 可以用一個小時 你不太可能說 拿去拋熱水 呼 沒有啦 不會這樣 它可能會亮的比較快一點 就是比較亮 但是一個小時就用了 然後去燒 然後去燒 燒啊 搓到龍頭 然後會流出來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其實我曾經想過一個事情 就是煙火 我們那時候曾經有一段時間做煙火 我們冰工廠在做煙火 民火八十點的時候 那在做煙火 煙火有一個做法 煙火就是這樣一顆一顆的光球 那它表面塗上一些黑氧 所以你爆炸的時候 那個火去點到黑氧 黑氧去燒起來 不要這樣 我們裡面燒到光度的中間 譬如說 紅光 藍光 藍光 綠光 對不對 我那時候想過一個事情 裡面爆炸的時候 我這一層液體 裡面有另外一個玻璃球 放的是雙手水 所以瞬間 爆炸 那這會產生一層霧 是霸光的霧掉下來 有趣 我們清水來做吧 很有趣吧 然後我們就上爆炸 玻璃球 玻璃球 玻璃球就掉下來 他就想到玻璃球沒辦法克服 那就不要用玻璃啊 那就不要用玻璃啊 撐個閃光 雙陽 可以用那個 可以用那個叫什麼 就是膠囊的那個東西 我只有兩個 我兩個自己沒辦法克服 那時候我們兩個自己沒辦法克服 一個是玻璃 因為用膠囊或塑膠袋 我都想過 膠囊或塑膠袋 有問題是 一個膠囊是碰到液體 它可能就會溶解 像一般膠囊都是用那個 澱粉塑膠 澱粉 所以你吃進去之後 它會在你胃裡面溶解 那如果是用塑膠的話 它很嫩氣很難控制 沒辦法破得剛剛好 那用用控制吧 那用玻璃是玻璃很脆啊 很脆脆 你只要一個力量 就破了嘛 那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是 我不知道這東西 到底對人體有什麼影響 老師你看過什麼東西 對人體沒有影響 水 影響沒有很大 水是你必須平的 但是這個下一個 已經有多液體的話 你可能看到皮膚會穿上去 你會不會有什麼樣的 爆炸 應該不會爆炸 但是會不會有什麼 一亮白色我們知道 皮膚會穿上去 你會不會有什麼 然後這樣一看就 不簡單 謝謝 而且我們感謝的是 因為它變成氣體 因為它通風爆炸 都已經氣體了 你能不小心吸進去 影響更大 對 所以後來 就是一個想法 但是我覺得應該蠻有趣的 假如做得出來的話 我就可以做出空中的 發光的霧 那一定很漂亮 每個人都穿影響 然後穿影響 假如你們發明的話 找到有人就可以發光了 你是什麼態度啊 把他殺了 我發明了好幾個東西 我發明了好幾個東西 老師你再可以試試看 然後如果它真的會成功 那想辦法 你會改良它 不是 如果有看到改良它 我就可以發明 問題是你現在如果說這東西有影響 有啊 對人有影響的話 根本就都很難做 對 謝謝 那如果我都不行 你可以上去查 查發明 查料休息啊 就可以查到 你可以問一下 發明了 我發明了幾個東西 陳耀陳映陳衛 陳衛 陳衛 那不發明OK 那幾個改良的 第一個要修正 我發明了 像美軍它有一種信號彈 它叫鋼皮信號彈 它是鎖上去 然後扣下來 然後撥打出去 那我發明的是 假設 因為我剛剛想說假設 我今天坐飛機 我掉下來 我只差一隻手 一隻手折斷 撞到受傷 斷掉了 我剩一隻手 美軍那個槍也不能用 所以發明一個單手給操作的一樣 一個鋼皮信號彈 那鋼皮信號彈 鋼皮信號彈還在兩隻手嗎 鋼皮信號彈還在兩隻手 我剛剛不講索羅亞 我就發明鋼皮信號彈 可以一隻手折斷 可以自己扣進去的 那大概又沒有一個好 所以後來加上 所以後來我發明這個 現在空廳有買這個 對啊 然後我的發明一個是 美軍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手持信號彈 它是兩節的 一邊發音一邊發光 所以你應該發明一個 只要用嘴巴咬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這樣戴兩隻手都斷了 對 不然有可能 但是你說用嘴巴去咬 然後也往天空打 不容易啊 打自己 沒有腳 沒有腳啊 反正 有時候兩個人 然後有人下來 手腳都斷了 那你就不用救他了 手腳就斷了 那你就開始用手吧 那東西不容易啊 不容易 大部分他們飛行的時候 有降落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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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掉在傘裡面去的時候 只是有時候不小心降落傘 掉的位置不然有控制 他可能撞到樹 或掉也撞到石頭 可能會有一隻手斷掉 什麼樣 如果我會拉一隻擋 把他另外一隻手咬掉 欸 基本上 背景很掉下來 我會覺得已經很坦 希望他是很健康的 如果他有兩隻手 當然很簡單可以操作 但是一隻手 希望他能夠操作這個洗澡蓋 因為他球就用了 那另外一個全球用的洗澡筒是 他是兩邊的 一邊發液一邊發光 那以前他們每天做的東西是 鐵做的 所以點掃之後 那個光的光度跟溫度 大概十秒鐘就傳到表面 那表面的溫度大概就是相當一樣很高 大概是 可能到七八十度 八九十度 手握不住 對七八十度 八十度 手握不住 八十度的水你才是握不住 就是你會拿不住 會燙 所以要戴手套 那同樣的東西就會造成一個困擾 你戴手套 第一個上面有一個蓋子 你戴手套 我拿 所以你要用一隻手 那我發明的東西也是用一隻手 撥開就可以用了 而且我裡面有隔溫結構 所以就撥開之後 那光的燃燒大概是 八百度到一千度之間 可是我手拿的 大概四十秒鐘是不會燙 我們有隔溫結構 讓它不會 溫度不會傳入發 對 對 不錯 那個東西可以用多久 美金那個是二十秒 不然那個是四十秒 我是說那個可以閃的 可以閃 它有聲音有關熱的 就很奇怪 欸 你說電子的嗎 就是說那個會燙的東西 會燙的那就是二十秒 所以它只能發光二十秒 對 它就是類似一個煙火 我四十秒 對啊 我做的那裡大概是三十秒到四十秒 然後那個 你就是專案畫面單手用的東西 因為你單手很好啊 你沒有單手用你很難操作啊 對啊 做一個 你的畫面就是坦克用的 那叫什麼 坦克殺傷 沒有去攝影師專利 因為那時候還不知道要攝影師專利 那後來就沒有攝影師專利 那後來就沒有攝影師專利 現在沒有那個東西嗎 現在沒有人在做啦 因為後來也就 錄影也就沒有買 因為有品牙草的東西 我不知道耶 我們那個時候還不錯啦 如果就算攝影師效率的話 大概評比起來應該是第三名 可以做單手特意式的 我會放 什麼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們 我們 電腦可以打的電腦 就是電盤都可以用 然後我們可以 只要用左手就可以打電腦 那我就會做別的事情 你做一個單手可以用的滑鼠 哇 好厲害啊 我想知道你現在到底是怎麼用滑鼠 要不要做一個雙手用的滑鼠 我們那時候還設計一個配方 像一般的滑鼠 你玩槍你應該知道什麼是滑鼠嗎 滑鼠是不是知道 滑鼠 滑鼠 你知道嗎 滑鼠 全知道 滑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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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罐子裡嗎? 可以啊 為什麼 殘骸動物 GENIUS 我們後來做一種電雞巴的底火 我們怎麼做 一般電雞巴是 它裡面還有一個導線 讓電可以通過電去加熱 把那底火的雞巴 可是這樣子很慢 而且在生產上不方便 所以我設計一個電底火 的藥 可以嗎?就直接用這個底管 是用水的比較好 對啊,底管用可能就好 然後這個電底火的藥就是我把這個正物兩極 塗上這個藥 就可以啟發了 通電就可以啟發了 我就不用再拉那一條線 哇,好空氣喔,為什麼你想這樣 不是,就塗上去 等它乾了之後就可以用了 等它乾,這樣就很簡單做 就做完兩根對不對 兩根鐵棒 這樣就對了 就沒有了 我才第一點看到對了 那這是另外一個爬門 你看它多大爬 好 好 OK,所以功率 功率就是這個意思 功率就是什麼意思 說說看 單手可以做一次 功率 什麼是功率 殺上榴彈 爆炸 功率是什麼 我剛剛殺了一隻蜜蜂 功率是什麼 每時間它所產生的能 它所產生的 它所做工的量 OK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 或是每單位時間所得到的能量 或每單位時間所輸出的能量 都是要多交出功率 好,那我們講的功的定義是 一隻蜜蜂 所以一蜜蜂等於什麼 一蜜蜂 等於一什麼 蜜蜂 一牛 一牛頓 一牛頓 然後呢 乘上 距離 時間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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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就是力量乘上 距離 所以力量不是牛頓 距離就是公尺 有什麼問題 好 那一瓦呢 功率 等於什麼 一瓦等於什麼 FB FB F什麼 FB 好,FB太快了 你就不要講FB 一瓦等於什麼 就要正常的定義來講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 FAB 還沒有到那邊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 是不是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 對 是不是 對什麼 每單位時間是做的功 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牛頓 單位是牛頓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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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代號 通常叫代號 P是POWER POWER 能量出於時間 能量出於時間 所以什麼 能量出於時間 每時間的能量 每單位時間所做的能量 所以待會是什麼 交惡 交惡 然後咧 還有然後 當哪有來後 交惡 為什麼還有來後 選一下距離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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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每時間它所做的距離 單位是什麼 單位是 每秒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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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公尺的單位是什麼 每秒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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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每秒公尺 是每秒公尺 你看這個定義 就可以知道你的公尺是什麼 iPhone 你的速度的定義是 距離除以時間 單位就是 距離除以時間 你公率的定義是 公 除以時間 你的單位就是公 除以時間 你的公尺 你的公尺的定義是 力量 乘以公尺 所以這叫一公尺 我們是簡化單位 在這邊只做個簡化單位 所以你真的要寫說 這邊 這個單位才會寫成 N T M S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這是一樣可以這樣寫啊 只是有人看懂 蛤 只是很少人這樣 牛頓成公尺 每秒 每秒 牛頓成公尺 對 好 牛頓成公尺 這就是膠額嘛 誰 這就是膠額啊 所以 每秒幾膠額就是公尺的單位 公尺 你甚至可以這樣把 公 把這力量 再換這個稱 哪裡 插掉了 把牛頓 換成 M M 公尺 N M S 把它帶到NT 這邊來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是不是 對 對 對吧 好 那代替能變什麼 代替會變M M 代替會變M 代替是什麼 我們要代替NT裡面去對不對 NT是那個M KG乘S 平方M 側乎 對不對 就是KG 乘上M S平方 乘上M 然後分成S 然後被曰 月掉 所以這邊等於什麼 S S 這S先不管 S是功率 對不對 我們去看分母 分母是什麼 這M乘上還是KG 分母是什麼 M M S M SM是什麼 每秒幾公尺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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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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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G速度 速度比方 KG是它的 KG是質量 這是速度 KG是質量 KG是質量 KG是一千 應該停止了 沒事 好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我們這邊就講完 下課 我們遞絕了一段超久 你不會整天就想下課 現在是有了 還有十分鐘 十分鐘我們先講一個槓桿 槓桿原理 不要什麼 趕快講 本來要出題 出題是嗎 出個題目 出個題目 大麥克 出個題目 來啊 怕你 你不要讓第一個拿到的 這樣的話太緊張了 你應該說有答對的就可以了 我等一下出個噴射火箭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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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為我們動的,然後我們定義呢? 定義怎麼講? 跟我們定義是什麼? FD 不是,不是MD 它是FD 對啦,實際上距離 這是最原始的定義喔 從這邊跑到那邊 從這邊跑到那邊 它是它做 私立 私立 不行,這才是重點 我說不要記中間兩個 可以不要記啊 後面會推倒啊 你要會推倒就可以記這兩個 中間這兩個不用記啊 你不要這個物體 路過下一個距離 H 它所具有的能量多少? 會不算? 會啊 我們從FD來 我也從FD來的啊 這邊所具有的F多少? MG MG嗎? D4H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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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好 但是我說P P是什麼? P是什麼? P是什麼單位啊 P是什麼單位啊 P是功率對不對 我怎麼沒看功率 我剛才講過的啊 沒有,我只是說 P是功率多少 P是功率啊 功率才什麼? 他每單位時間所做的功啊 所以誰除以誰 是 人量除以時間 人量除以時間 所以功率能夠對 DELTA W除以DELTA T 或者DELTA E 所以DELTA T 從功的定義來看的話 DELTA DELTA 是變化量 能量變化量 比如說E E E是動能 E是動能 或是能量 能量跟動能都可以有 功的變化量 或能量的變化量 可以直接 好了 我們從定義來看 功率是這個 對 是不是等於F V V 時間 好了,你看喔 你看喔 這是什麼 時間 G 改變時間 G 時間 對 時間分之7 速度耶 所以功率是不是等於FV 等於他的 F F是功喔 F是作用力 纏上他的速度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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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那件事情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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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開 對 速度 是,怎麼是這樣速度 沒有,他作用力 是不是從這邊來的嗎 從這邊 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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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V是什麼 所以功率 是功率 是功率啊 FV也是功率啊 不是 來 V V要速度啊 B B是功率 FV啦 怎麼是V V是速度啊 應該講V是速度 沒有啦 正語的耳朵 張大一點 因為你都聽一半 我前面沒聽到之前 聽到外面 就變成V是功率 不是啊 FV是功率啊 對不對 所以FV 從這邊推倒一下 FV是功率耶 所以你看到那個東西 Pure 這個石頭 這個粉筆從天空掉下來 在這一點 功率是多少 0 0 在這一點功率可不可以算 可以 在這一點功率可不可以算 可以 怎麼算 他的速度 我只要說這個速度 就 乘上他的 這邊 力 力是什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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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來講MG 你們現在不要一直習慣要講學點的話你講G 我沒有講學點吧 OK 我沒有說你 喔 OK 就是在這一點的 第七領力是多少 他所受的第七領力是多少 MGV 好 就是重力 那如果要說有功力的話 就是乘上的速度就是功力 OK 這沒問題吧 老爸 你的題目到底是什麼啊 我要想一下嘛 我想一下嘛 所以你剛剛在耍我們 我沒有耍你啊 滾 看我學的好像是這個 蛤 這還是很重要 這還是很重要 沒有 這還是很重要 唉唷 這麼辛苦 想一下 啊 完全沒有在做什麼 這是一種藉口 我想一個 我不知道 有意義的題目 對不對 我想一個有意義的題目 算一個有意義的題目 什麼類型的啊 最好就是吃了以後 我們就知道未來的 欸 是要出三題嗎 出三題 為什麼出三題 動能一個 胃能一個 還有那個功力 好啊 把它這樣好 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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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算了嗎 隨便你們 隨便你們 反正我們虧本聲音 我才不會要做 我比較思想 拍二年底的課 可以拿結 他有兩個 所以他這樣才有三分喔 不是 真的啊 不是 我的意思說 他這樣 所以他在那一分 他還有一點沒有加啦 因為那一點還沒 還沒收集到 結果 那一題 二年節的那一題是 前面三個有加點 不能啦 加碼都會超過我啦 怎麼簡單的題目都會加碼 那題是什麼 今天有三個人 沒有 今天只有兩個人 AM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你趕快趕快 你有機會 那個題目很簡單 就是那個 AM FM 這是兩個頻率嘛 兩個電視播的頻率 他們在懂嗎 他們在懂 收集 AM跟FM AM是555K FM是89.9 這是 飛碟廣播台 你寫8.8了 8.9.8 A是8.9 8.9 8.9 5.5 這是赫茲嘛 3.5 2.9 也行 555K 這是M 555K 5K FM也是Mega赫茲 AM的是K20 55K20 我問你的問題是波長是多長 好 現在誰打對了 現在有 第一個打對是榮軒 他要求我 第一個打對是頂元 榮軒 榮軒 榮軒呢 那當然是前提你要知道波速吧 波速 波速 等於 光速 3乘10的方式 天啊 等於3乘10的方式 等於3乘10的方式 那我懂了 2乘是每秒幾次的意思 欸 所以 到底要看什麼 算波長 波長啊 所以 波長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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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在兩邊 RCC 蛤 RCC 波長 這不是我們的題目嘛 這算是沒有分 這沒有分啊 可是 但是你們如果連這個都不會的話 你們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我這不會啊 我一定要檢討 對 趕快檢討一下 如果真的不會可以請教榮軒 好不好 請教秉原 你們都學過 我應該怎麼問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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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麼容易忘記 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太少練習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很少用啊 沒有這種很少用 但是 你就是在我那邊講到 你應該有 就跟數學一樣 每次上完一個東西 然後呢 過一陣子拿回來 然後又忘記了 然後就是英文很少用啊 那你讓我告訴你一下 是不是你自己練習太少 不是 那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要練習一個 很少用的東西 這樣子你就很常用啊 就像一個英文 英文我讀了 我就是會用啊 就是會用到 OK 沒關係啊 剛剛我現在問了這個問題 你有辦法 你學過了 你問他你可以更快找到答案 喔 對 更快找到方法 那也是個方法 對不對 所以為了更快找到這個方法 所以我要這邊 以後可能會用得到啊 你會用得到這些東西啊 你有可能用得到這些東西啊 你有可能用得到這些東西啊 好 去問龍泉就好了 對 去問龍泉就好了 這給你們機會 對不對 上次那個 那個 我們這一直沒有機會去搭戰 沒有 常常上次有機會啊 對 沒有把握住 我現在題目沒有想出來 我想到的時候 放在學一次好不好 那你們現在 現在在幹嘛 現在聊天啊 欸好啊 那那個 李花呢 說李花 最後要破學的時候就好了 什麼在講話 我說李花你要出的 最後要破學的時候就好了 我要出的題目我破學的時候就好了 那我就 你就弄個那個 DRIVE檔 然後跟我們交換就好了 OKOKOK 啊 3 3